你猜什么水晶都可以浸水喝呢? 不要玩我了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 我每天会准时12点钟和你见面 亦都有粉丝问我Peter Sir 我看完你浸水晶水喝那段片之后 他问我南伦灰可不可以呢? 又或者书俱来的浸水喝可不可以呢? 书俱来大家都知道吸身体的病气 尤其是新层内的不好的东西 他会帮你吸出来的 这个是南菲的 大家记得很漂亮 是圆石来的 他已经打了蠟 这样就很安全 如果你浸水可不可以呢? 都不好不建议 为什么呢? 即使现在去打蠟 都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有趣 如果你带你去找指甲去刮它 这些蠟会脱出来了 好了 加上 如果你这个 这个是平价版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 好了 你用指甲刮它 也会脱粉撞出来的 这些对身体是不建议的 所以南伦灰也是这样的意思 你刮它 那些粉撞出来对身体不好的 好了 另一种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很漂亮 这个是 南铜矿共生孔杖石 绿色的就是孔杖石 即是现在的手链 这个是孔杖石 这个是南铜矿共生孔杖石 手链当然我们不会浸水喝的 这些更加不会 为什么呢? 这些呢 如果你浸水 它会带有微量的毒性 对身体不好 甚至乎你大力点 撕它 那些石会脱出来了 所以更加不好用来浸水喝 这些只是用来冥想 打坐 放在家里 它对我们的头脑是清晰好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浸水喝 我建议两种 精英刺石物 又或者美国闪铭砖 浸水就OK 但是这样 你浸之前先试一试 对自己的腸围看是否适合 可以的 你先继续喝 否则就要马上停止了